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就偏袒起了迈克尔 这让黑金刚想要杀了黑胡子的心更强了 马虹在监狱中收到了一封信 信中正是自己儿子的照片 这让马虹非常的高兴 迈克尔刚刚到操场时 卷毛马上向前询问迈克尔是不是想要越狱 但迈克尔根本不想理他 此时韦斯勒告诉迈克尔 强哥也加入了越狱计划 迈克尔对这个消息并不感觉到意外 随后越狱小组的几人进入了地下通道 他们要留强哥在上面为大家放风 这让强哥的心中很不适滋味 迈克尔进入通道看到了黑胡子和韦斯勒挖的洞 迈克尔发现这个洞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现在需要找个东西将这个洞固定 黑胡子马上让强哥去找固定所需的东西 自己则在房间等着强哥 没想到就在这时 黑金刚的枪递在了黑胡子的脑袋上 黑金刚告诉黑胡子 现在这里属于自己了 马上就让手下将黑胡子从房间中赶了出去 随后黑金刚走出房间宣布 现在这里归自己管了 如果有谁不服气的话 可以随时来向自己挑战 黑金刚在监狱的决斗中从来没有输过 所有的犯人们也不敢多说什么 黑金刚上任后宣布的第一件事就是 谁将迈克尔带到自己的面前 谁就可以获得一箱狼母酒 这让犯人们都非常高兴 这就意味着迈克尔如果从地下通道中出来 那么他就会非常危险 此时黑胡子也很担心迈克尔的安危 强哥告诉黑胡子 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种是拉黑金刚入火 还有一种就是找人杀了黑金刚 虽然之前马虹拒绝了自己 不过现在自己有了更好的人选 曼宝南正在向犯人们吹嘘 自己是如何赢得决斗时 强哥向他叫到了一边 并告诉曼宝南 我们打算在48小时内越狱 如果曼宝南想要加入越狱行动的话 就要用昨天的方法向黑金刚发起挑战 这曼宝南有点不知所措 另一边林肯瞒着格雷琴 在为新计划做着准备 这需要索菲亚来为自己做翻译 索菲亚马上询问林肯这个计划 包括营救韦斯勒吗 虽然现在韦斯勒的身份是个谜 但自己还是愿意相信 这个为了自己坐牢的男人 这让林肯非常的无奈 只能想办法敷衍着索菲亚 菲尔兰多则找到了格雷琴 来为林肯的新计划做掩护 菲尔兰多告诉格雷琴 林肯并没有什么行动 他现在还是在计划着 用韦斯勒交换LJ 说完后 格雷琴交给菲尔兰多一张支票 这让菲尔兰多的心中很是高兴 这一中迈克尔 马虹和韦斯勒 想办法固定着顶部的洞口 韦斯勒询问迈克尔之后的计划是什么 但迈克尔并不想告诉韦斯勒 韦斯勒称 自己本可以在上直升机前杀了迈克尔 因为自己相信迈克尔 所以没有动手 迈克尔知道韦斯勒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他并不是什么打鱼的渔夫 韦斯勒还在想办法狡辩着 称自己在打鱼的时候 格雷琴找到自己 他们想要自己官鸟指南上的坐标 但他不管说什么 两人就像看小丑表演一样看着韦斯勒 另一边玛宝南气势汹汹的找到了黑金刚 想要向黑金刚发起挑战 这让黑金刚都没有想到 在监狱中竟然还有傻子 敢向自己发起挑战 马上就将鸡爪交到了玛宝南的手中 这让监狱中的犯人们瞬间沸腾了 玛宝南信心满满的回到了牢房 但他此时才发现 丙同早已经被用完了 这让玛宝南的自信瞬间烟消云散 恐惧取代了他现在的心情 玛宝南想要取消这场决斗 强刚马上告诉玛宝南那是不可能的 而黑金刚在牢房中 为接下来的决斗做着热身的准备 林肯带索菲亚来到了一间废旧的房子中 很明显林肯似乎和这些人做着什么交易 交易的气氛非常的紧张 像是随时要打起来一样 这让索菲亚非常的害怕 还好这伙人比较讲信誉 收到前后就将一个炸弹交给了林肯 并告诉林肯 只要按下手机上的按键 就会引爆面前的这颗炸弹 另一边迈克尔和马虹在加固着洞口 韦斯勒则在一旁一直看着手中的鸟类导毒 迈克尔生气的拿过了鸟类导毒 并询问韦斯勒里面的一些标注是什么意思 韦斯勒只能一一为迈克尔做着解释 马虹想要上去将黑胡子叫下来 迈克尔称听声音似乎上面有人 或许黑胡子遇到了什么困境 我们待在这里会更加的安全 马虹只好暂时打消这个念头 此时玛宝南还在监狱中 焦急地寻找着能作弊的东西 就在这时黑金刚的手下走来 将孟宝南向着决斗的现场带去 黑胡子则瑟瑟发抖地拿着刀 躲在厕所中 黑胡子知道自己曾经在统治监狱时 下面的很多犯人都对自己非常的不满 他们很有可能在这时冲上来杀了自己 孟宝南很快被带到了决斗现场 黑金刚也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迈克尔听见房间里似乎没有人了 就和韦斯勒马虹两人 小心翼翼地从地下通道走了出来 外面孟宝南和黑金刚的决斗也开始了 比赛的进展完全在意料之中 孟宝南根本不是黑金刚的对手 被黑金刚打得鼻青脸肿 唯一的几次反击在黑金刚看来都是那么的无力 迈克尔三人刚刚走出来 就遇到了黑金刚的手下 他们看到迈克尔马上就扑了上去 三人吓得只好再次向通道跑去 韦斯勒跑在最后面 被黑金刚的手下直接扑倒 迈克尔想上前营救 但他们人实在是太多了 马虹只好赶快将通道的门关了起来 黑金刚的手下打不开门 就赶紧去通知黑金刚发现了迈克尔 此时黑金刚正在准备扭断马宝南的脖子 不过他一听到有迈克尔的消息 赶快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向房间跑去 这也让马宝南捡回了一条命 黑金刚赶快来到门前 用韦斯勒威胁迈克尔打开门 迈克尔想开门营救韦斯勒 但被马虹阻止了下来 黑金刚看迈克尔迟迟不肯开门 就将韦斯勒直接打晕 迈克尔赶快回到挖洞的地方 取下了几个用来固定洞口的东西 黑金刚找到黑胡子询问 他是不是和迈克尔联手了 黑胡子根本不敢承认 黑金刚只好将黑胡子带到了铁门前 黑金刚用枪逼迫黑胡子打开门 迈克尔听到这里只好自己打开门 让黑金刚进来 黑金刚一进来就看到了他们挖的洞 让黑金刚很是生气 黑胡子竟想和迈克尔一起逃走 还不告诉自己 迈克尔马上将越狱计划全部告诉了黑金刚 还邀请黑金刚加入 黑金刚听后称 这个计划现在归自己了 然后赶快去洞口查看 没想到黑金刚爬进洞口后 上面的土层直接坍塌 将黑金刚当场埋在了里面 马红和黑胡子赶快动手 除掉了黑金刚的几个手下 而此时黑金刚也已经死在了土堆中 黑胡子和马红赶快去牢房查看 看看地面有没有露出洞来 幸好这次坍塌没有影响到地面 随后黑胡子就让黑金刚和他手下的尸体 直接从楼上扔了下去 马宝南看到黑金刚死了 很是高兴 马宝南马上要求加入越狱计划 否则自己就将你们的计划喊出来 强哥无奈只好同意马宝南加入 迈克尔在牢房中非常的自责时 韦斯勒询问迈克尔是否真的是个工程师 就在刚刚迈克尔设计了一场精准的谋杀 迈克尔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马红看气氛不对 只好先支开了韦斯勒 然后告诉迈克尔 这种事总是那么的困难 此时林肯来监狱探监迈克尔 迈克尔正准备去找林肯时 卷毛赶快上前拿出了自己攒的173美金 希望迈克越狱的时候将自己带上 迈克尔知道越狱意味着什么 也知道将会面对什么 只好拒绝了卷毛 迈克尔见到林肯后 林肯称自己的计划准备好了 还告诉迈克尔索菲亚发现了一本韦斯勒的护照 上面的名字叫格雷米勒 那家伙就是一个骗子 而且他所打鱼的地方根本没有鱼 这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一个渔夫 索菲亚回到家后 在衣柜里翻着东西 很快他在衣柜的下方翻到了一个箱子 但箱子里具体装着什么还不清楚 另一边费尔南多在见格雷琴时 将炸弹藏在了格雷琴的车上 就在费尔南多正准备离开时 格雷琴称 那天费尔南多和林肯在大堂吵架 吵完后费尔南多就冲进了对面的酒吧 很明显看得出你们俩人是在演戏 费尔南多不知道怎么解释 就装作恼羞成怒地想要离开 没想到格雷琴称 上次给费尔南多的支票 被费尔南多转给了在芝加哥的玛丽 这让费尔南多瞬间不知所措 格雷琴让费尔南多回去弄一点真正的情报 否则玛丽的脑袋就会搬家 此时费尔南多想要将炸弹拿走 但还没等到动手 就被格雷琴赶走了 越狱的第三季的第十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索菲亚发现的箱子中究竟装着什么东西 韦斯勒的真正身份又会是什么 请关注之后的集群解说 下期我会接着和大家讲解《月狱》这部美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